1935月24日 新都同志社大學 大學度進學紀念 我們每一天回到家 第一件事情 就一定要去跟爸爸說 爸爸都會說 OK你 我的成績很好 所以我常常回來 爸爸我今天課一百分 他就告訴我 課幾分都沒有要緊 身體好最要緊 他是一個很愛家愛鄉的人 他們真的是為公家 他認為這個大橋太重要 對整個台灣的經濟 還有譬如說交通 還有軍事來說都太重要 他們就向這個總督府一直陳情 1937年開始就蓋橋墩 那正好太平洋戰爭爆發 那日本就把橋面 還有剛嫁的那些錢 就拿到海南島去逐海港 戰後我爸爸他們還有幾個朋友 就開始說 還是虛弱的人 我們一定要趕快爭取 還是要讓這個通 當時候的士生 他們受的教育 教他們如何愛這個家鄉 愛這個土地 其實他當政長的時候他已經生病 那時候也有什麼土地改革的問題 所以那時候當政長也很忙 就是二十八事變以後 就是有一些各地的民兵 去虎尾機場 去搶那個什麼武器 什麼什麼那些東西 這個城裡到像中國要援軍 援軍都到了 到了就開始到全國各地 要清香要怎麼樣抓人怎麼樣 大家都會怕 台灣人跟外星人 那個時候是最緊張的時候 那因為我爸爸跟虎尾機場的那個 那個時候有一個隊長 蓋他無息了 所以講好就是說 你帶來 每一個都讓你回家了 一共三十三個人 日據時代台灣人也不能做主 那麼戰後呢 國民黨國民政府來了 也不能做主 那爸爸的土地 他說土地改革我們都贊成 但是問題不算是 沒有現金給你 給你股票 給你土地債券 那些到後來等於都沒有了 還變廢職 他非常的痛心 他說 你們這一代都離開台灣 越遠越好 都給我出去 可能很小的時候 就知道他會過世 因為他天天在家 你生病嘛 這個家道中落 最主要都是政策的問題 我們只知道說 爸爸死了 爸爸死了 或者說 爸爸死了 可以看出他那時候的悲哀 因為我爸爸的房子 他把它賣掉 那年代的人 你如果賣祖產 是很不好的事情 然後這些小孩子才能夠 就是說都能夠讀書 我通常是女中的代表 一天到晚就搞活動 搞到我就覺得 對政治就有興趣 那我哥哥就跟我講 政治不能吵爸爸講 我哥哥就跟我講 你真要從政華 你不要念政治 你要念法律 因為你這種個性 我們家人大概都是 飢餓如仇 他說你這種人一定沒效 台大所有的英美法 我都修了 修了非常多 那哪知道畢業以後出不了 我先生他們家 等於也是受難家庭 這是我媽媽以前常講的話 他說都不用萬壇 所以我不能去 不能去就說 那我下一步要做什麼 然後我留在這裡 但是我的三個女兒 都很小就到美國去 所以我們女兒 在美國有去參加什麼會 聊一聊說 是我的親家 這是我最深層的悲哀 所以大家看來 在我看來 帖子 你很高興 我覺得 我沒有在家 我可以聽到 我rom有一點 我不是在家 我ون才 我上次 我去看